四色纖条交织 串起今年国庆主题 象征凝聚各方力量 代表台湾人民多元族群与各地声音 更要宣示首土为国 你我同行 今年国庆典礼细节一一曝光 表演阵容还包括国产咏音 高教机以及彩绘F5战机 有着浓浓传承意味 至于睽違18年的国庆焰火 重返嘉义 当天晚上7点在故宫南苑外登场 超过25000发焰火弹释放 桃园则是担任今年的国庆晚会 融合原住民客家闽南新住民等四大文化 入场就免费送2000张乐天桃园球票 无人机第一次加入到国庆焰火的释放 这过去是没有的 那第二个你在现场 会在故宫南苑的湖的上面 看到一个水上舞台 这个水上舞台有超过50个人的交响夜团 特别的是双十国庆大典当天的主持阵容 超吸睛 包括近新闻台语主播黄小春 三立新闻主播周凯 以及年代新闻主播大道奈旭 原住民族新闻主播拉外福度乐 帅气的行男主播 这是我的好搭搭 谢谢台语女神主播的介绍 特别招待要加这句对不对 谢谢 庆祝双十国庆从上到下都紧锣密鼓筹备 就盼中华民国111岁生日当天 能展现最亮眼的表现 进行为刘佩婷 蔡玉如采访报导 说明这点儿在这些标准备中可 这些标准备中华民族派向都 Werder 在这里非告知广南方的地区 本本就会给我们决定了 感谢观看